易牙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厨师 齐恒公的宠臣 易牙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调和知识操作烹饪的厨师 好调味 很善于做菜 因为她是厨师出生 烹饪记忆很高 她又是历史第一个开私人饭馆的人 所以她被厨师们称作祖师 有一天齐恒公对易牙说 寡人尝遍天下美味 唯独没有吃过人肉 觉得很遗憾 齐恒公此言本是无心的戏言 而易牙却把这话牢牢记在心里 一心想着卖弄好自己的本事 好博得齐恒公的欢心 国君何等尊贵 绝不能使用死求平民之肉 后来她看见自己四岁的儿子 选了用自己儿子的肉 齐恒公在一次午餐上 喝到一小金顶鲜嫩无比 从未尝过的肉汤 便询问易牙 这是什么肉 易牙哭着说 是自己的儿子的肉 为其国君身体安泰无余 沙子已献主公 当齐恒公得知这是易牙儿子的肉时 内心很是不舒服 却被易牙沙子为自己吃的行为所感动 认为易牙爱她胜过亲骨肉 从此齐恒公宠幸易牙 易牙和广忠同时在齐国做事 公元前645年 为齐恒公创立 霸业偶心力学的广忠患了重病 齐恒公去探望她 询问她谁可以接受相位 广忠说 国君应该是最了解城下的 齐恒公欲认宝书雅 广忠诚恳地说 宝书雅是君子 但他善恶过于分明 见仁之以恶 终身不忘 这样是不可以为证的 齐恒公问 易牙怎样 管中说 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 不惜碰了自己的儿子 以讨好国君 没有人性 不宜为相 请国君务必疏远易牙 为开放 输雕这三个人 宠幸他们 国家避乱 管中说吧 见齐怀公 远路蓝色 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 不齿下文 居家不忘公事的 习鹏 说习鹏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阵 遗憾的是 齐怀公并没有听进管中的话 易牙听说齐怀公与管中的这段对话 便去挑拔宝书雅 说管中阻止其还公任命宝书雅 宝书雅吓到 管中举西鹏 说明他一心为设计宗庙考虑 不存私心偏爱有人 现在我做私宽 驱逐宁臣 正合我意 如果让我当政 哪里还有你们容身之处 易牙讨了个美去 深觉管中交友之密 知人知深 已是灰溜溜的走了 不久管中病逝 齐怀公也就将易牙三人撤职 永远不准入朝 但过了三年 齐怀公不见三人 感觉吃东西都没有滋味了 于是又遭三人回宫 第二年 齐怀公得重病 易牙以树交等 拥立公子无亏 迫使太子昭奔送 齐国五公子因此发生内战 易牙等堵塞公们 假传军命 不许任何人进宫 有恶宫女趁人不备 越强入宫 探望齐怀公 齐怀公正恶得发慌 索取食物 宫女便把易牙 薯雕作乱 堵塞公门 无法供应饮食的情况 告诉了齐怀公 齐怀公回之晚矣 终被饿死 后来齐人杀了作乱的公子无亏 立太子昭为君 即齐孝公 经过这场内乱 齐国的霸业开始挨落 中原霸业逐渐移到了金国 传说易牙干政失败后 必居蓬城 超烹饪业而至终 易牙虽有沙子以示君 并参与发动政变 被后人所唾弃 但易牙作为厨艺的化身 已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 远远流长的饮食文化中 穿下来帮助 感谢观看